這一次福昆奇的操盤 第一個他發了一個假的假洞 他讓民進黨以為他們九點才要出擊 但其實他們五點就出擊 集結完畢 第二個 據說他每一個立委 集合時間不一樣 他要混淆視聽 每一個人收到說 我是要集點集合 大家的時間都不一樣 不過我講實話 我就說國民黨的戰略是這樣 但我認為民進黨在今天的戰略是有調整 也就是說你昨天賴清德 在這個所謂的總統政治演說裡面 他不是講說多數要尊重少數 少數要服從多數 我認為包含今天在立法院的外面 因為有一些民間團體發起 大家去那邊抗議什麼的 那民進黨如果今天老實講 我如果今天真要站 民進黨不能搭帳篷嗎 民進黨不能早一點去嗎 所以民進黨不準備站 他今天是防守策略嗎 我覺得他的戰法在改變 對 他從攻擊變防守 對 那他要訴求的是什麼 你知道其實訴求是社會輿論 對這件事情的反感 社會輿論我們等會來看年輕人怎麼說 來 林濤 因為為什麼民進黨不敢站 連美國最挺台灣的國會眾議員 都發文正式的新聞稿 他寫說賴清德總統需要克服的一個重要的挑戰 是民進黨的激進分子在立法院破壞 這些激進分子反對加常監督國會改革法案 自己也澄清支持民進黨 為什麼 因為這些法案是成熟且繁榮的民主表徵 這發完之後 民進黨現在我看到民進黨最新的說法 是說等一下這個議員會出來澄清 就是民進黨介入了很傷 因為這個共和黨的議員長期有台 而且跟這個蕭美琳超級好 對 而且跟蕭美琳超級好 他都直接講了不要再鬧了 所以為什麼今天民進黨緊急收手 所以你看到現在最新的狀態是 呂玉琳提這個立院的行使法第28條 104票 所有人都贊成 這種監督法案 這種藐視國會的法案 難道不應該挺嗎 所以我覺得現在民進黨這些人 你看今天韓國瑜院長 他做了很好的示範 為什麼 他說那我們要不要逐條討論 大家願不願意 國民黨 民眾黨都說OK 結果民進黨在旁邊瞎鬧 沒有回應 所以民進黨不想討論嗎 對 然後第二個他講說 他又不是希望逐條討論嗎 對 他希望逐條討論 可是現在韓國瑜問你要不要逐條討論 又不要 然後綁個帶說民主已死 代表什麼 代表你根本就是瞎鬧 而且柯建平還講什麼 柯建平還講說這種 你們就是要把台灣變香港 這種完全是胡鬧 來來來來 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讓我彷彿我們是在中國人大的大會場 讓我們彷彿是在香港的立法局 今天站在你主席台的不是國民黨 也不是民眾黨 是 習近平 因為國會已死 賣台何太急 協商以後在表決我們願讀胡蘇 小數胡同中數 這個為什麼這麼急呢 是誰交代的 當然是習近平交代的 你們在急什麼 急著賣台嗎 為什麼民進黨不要討論 林涛剛才講話 我一句話都沒差 的原因是 我尊重他的發言權 今天整個立法院的問題 就是不尊重所有立委 我講所有立委的發言權 28個國民黨的版本 28個 國民黨的哪一個立委 去做過他的提愛說明 為什麼最後 要講的是 最高機密 傅崑奇跟黃國昌表決是這個版本 最高機密的版本 到今天都還在修 我要講的是說 林涛你講話我都沒有插嘴的 原因是我尊重你的發言權 可不可以請國民黨的傅崑奇跟黃國昌 尊重所有國民黨立委 民進黨立委 民眾黨立委的發言權 跟體驗權 28個版本 民進黨沒有半個版本 還有 這件事情跟行政院有沒有關係 過去在王金平主政時代 都有行政院院版 為什麼 要讓行政院也有權力發言 這次也沒有行政院版本 委員會不見了 朝野協商不見了 院會的發言權全部不見了 你叫大家 聽你林涛一個人講話而已嗎 我覺得這整個就是一個破壞了 王金平三十年來 建立了一個 國會朝野協商體制 而破壞的人就是傅崑奇 好 來 我先讓民意講一下 今天為什麼你們到立院去抗議 是不是就是在抗議 沒收討論權 沒收協商權 是的 這個身為十年前 就參與太陽華運動的一員 我必須要表達我嚴重的抗議 那我來舉一個 因為既然我十年前在街頭上 我來舉一個例子 我們來對比十年前這個案例 十年前會爆發太陽華學運 就是因為張慶崇最後用了三十秒 半分鐘 強硬通過了這個服貿條例 對不對 可是當時在通過這個服貿條例的時候 這個法案還有公告在網站上 九十天耶 九十天耶 讓大家看 只是因為大家關注點 可能不在這邊沒有去檢視 OK 那你今天 五月十七號 我們當天在立法院外面 黃國昌老師在院會上 提的再修正動議 請問一下公告在網上幾天 答案是零 零天 所以當天才看到嗎 對 當天後來 當天立委才看到 但是民眾連看都沒看到 沒錯 因為他連網上 都沒有上網 沒錯 所以立委是 上週五一七才看到 但民眾呢 而且 五一七還沒看到 還不知道他們在搭什麼 沒錯 五一七什麼時候看到 黃國昌在早上的時候 送再修正動議 晚上七點一四處 才把所有的紙本 送到所有立法委員的桌上 就要開始表決 而且所有的公民 一秒鐘都看不到 是在表決什麼東西 十年前 黃國昌老師說 福茂協議是黑箱 那請問一下現在的這個法案 這種程序是不是黑箱 黑到爆吧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第一個 我們青年在街頭 放抗議的點就是這個 最憤怒的點 黃國昌老師 十年前你跟我們站在一起 對抗中國國民黨 現在你跟最爛的中國國民黨 站在一起 讓整個國會的效率 失去了它的功能 讓我們台灣的立法會變成 中國人大代表 舉手表決 這是我們要的國會嗎 來 但是民意 我有幾個問題要先問 我先問一下民意 民意 你們集結多少學生 在立法院門口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呢 你們裡面的成員 包括你自己有政黨 包括你們有 比如說加入某些政黨嗎 或者有政黨介入嗎 是 我可以跟大家 清楚的表示 比如說就我自己來看 我從來就不是某政黨的支持者 所以你不是任何一個黨的黨員 是 我也不是 我從來也不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因為現在很多人懷疑說 是民進黨的動員 拜託 民進黨要是能動員 他今天可以搞成這個樣子嗎 那這中間沒有任何政黨介入嗎 沒有任何綠營的人 對 我舉個例子 今天發起這個遊行的主辦團體 有什麼 金明聯 跆拳會 這個如果說你要說政黨的話 所有本土政黨 本土小黨都在 台灣基進 綠黨型時代力量 小歐盟 今天為什麼所有的公民團體 以及這些本土的小黨 都聚集在這邊 我們願意放下彼此的旗艦 一起集結在立法院 就是因為藍白在立法院的表現 離譜到不行 甚至比十年前還要誇張 這就是我們對於 藍白最不能諒解的事情 老師說中國國民黨爛 青年早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也不可能支持他 可是黃國昌老師 你所帶領的 你跟柯文哲所帶領的台灣民眾黨 是最不能讓我們理解的 你們在選舉的過程中 口口口聲說 民進黨多數暴力 民進黨不服藐視民意 都用強硬過關 結果你們現在用的手段 比民進黨粗暴千百倍 好 來來 林濤回應一下 我真的覺得說 年輕人說的是程序爭議 年輕人剛才練到的那些社團 都還蠻綠的 過去大概就是說 民進黨這種側翼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不需要就是說 用政治的攻擊說 你們很爛 你們很怎麼樣 沒關係 但我們討論是程序爭議 我們都是程序爭議 而且是內容 到底五一七 他們打架打了半天 為什麼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 他們在打什麼 黃姐 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剛才開雙框的時候在笑 你知道嗎 因為今天真的 國民黨審議的過程很理性 我舉例在討論立法院行使法的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的時候 是怎樣 你知道嗎 國民黨撤掉自己的案去支持民進黨 結果民進黨 怎麼國民黨來支持我的案 傻眼 也不能撤案了 那就尷尬 就變成就是說 撤案就變黑箱 所以今天民進黨 所以有通過民進黨支持的版本嗎 然後因為民進黨的版本是說 這些官員 行政官員來備詢的時候 時間不能給那麼長 國民黨是在這個補充書面 所以我們選了民進黨的版本更嚴格 要過關了 怎麼辦 所以你可以看到國民黨 今天從早上發假動九點 我們五點就佈局 然後在這個法案的彈性 我們去支持民進黨的案子 你總沒話說了吧 完完全全就是智取 而且希望過的就是國會改革的法案 慢慢來 我們 vaisent 不要緊 υ成縮 雖像 an const懲 美